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相信36岁的年龄 以你52的身躯内 依旧由27岁未免全王你永而容所不具备的奇迹 7月27日的夜晚 是一个属于熊招中的夜晚 是一个属于中国职业拳击的夜晚 老将熊招中用强大的业力 撑起了这个大场面 而几位年轻人的表现足够期待 比赛中 36岁的熊招中 完美展示了拳击的丽于美 展示了坚持的力量 再次完美展示了个人的励志故事 而她的队友徐灿 大山波等人 也很好地展示了中国拳击的未来希望 比赛现场 熊招中的妻子带着一岁多的儿子来到看比赛 这是她儿子第一次看父子的比赛 或许也是最后一次假如熊招中此后退役看父亲的比赛 熊招中曾经说过 如果儿子未来喜欢打拳击 就培养她从事这个项目 假如本场比赛过后熊招中就此退役 这一次 儿子到现场或许就是最好的传承 点击播放 GIF1996K 在青岛国县体育馆举行的这场WBA世界拳王争霸赛 熊招中的对手WBA迷你轻量即兴认拳王尼勇德荣 其数据足够完美 足够震撼 她在17场职业比赛中取得全胜 同时有7场比赛是以KO方式取胜的 对手也足够年轻 足够健壮 27岁的她比熊招中整整小了8岁 正是她的黄金年龄 比赛中 你很难看出她们会有这么大的年龄差距 同时熊招中的肌肉也丝毫不屑对手 对于熊招中的表现 全迷和网友一边导致予最大的支持 一个36岁的老将能坚持打12回合真是不得了 熊招中好样的 你是真正的英雄 一个在中国拳击逼迷时不顾及个人名誉 仍打满12回合 仍体现不屈精神的矿工拳手 曾经的世界拳王最败犹容 雄心不老 带芳华致敬熊招中 这才是真英雄 输了但尽力了 而不像不努力被战输了还不服 为熊招中较好 更期待中国拳击的未来 期待更多的熊招中涌现出来